小时经常收到事情会说 我今天又输了多少钱 或者是我这三天又输了多少多少 其实小时想告诉你们 就是在网络赌博当中 最可怕的并不是你今天输了多少多少 想赢就为输 只到输得三穷水尽 一无所有 如果说你刚开始的话就不去趟 这份原本就不输于你自己的钱的话 你也不会掉进这个王赌的信件里面 是不是 也就不会最终输的什么都没有 可是这个世上并没有不想赢钱的赌徒 只要你从一开始动了这门外星式的话 并且还一直想偷偷摸摸地付出了行动 即使在网络赌博当中 最可怕的并不是你今天输了多少钱 而是你心里想赢回来 甚至还想赢更多 有这种想法的是最危险的 就打个比方对于一个病态赌徒来说 即使是你今天用笋子把它捆在 椅子上让他三天不吃不喝 他的脑子里依然就会想着 我应该怎么去赌 我应该怎么样的去下注 我应该怎么样的去背头 我应该从多少气开始跟 是吧 他依然满脑子都是这些东西 入到尽头你就会去发现 自己某天或者是在某个过程中输掉的钱 相比最终输掉的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你们有没有发现 有些人就是我在五万的时候 要是不玩的话就该多好 但是当你最终想要不玩的时候 可能是三十万五十万 你们之所以成为了赌徒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你最初的心理问题 举个例子 就是十个人不同的形式去碰到了玩赌 为什么有的人他会始终对这个东西保持排数 反而你为什么碰到了他 你一而再也再而上来想去试一试 想去玩一玩 玩赌这条路的话 真的是走错容易回头难 其实相信很多 就是你们在参与玩赌的时候 也曾经想要过去戒赌 或者是曾经有摔过手机的 伤过自己巴掌的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是有过这样的经历 甚至还有很多人问我 他说他自己在一个生活当中 什么东西都不碰 为什么碰到的这个会如此的痴迷 这个东西的话 它就是叫做赌局 就是当初你没能够经受住那份贪欲 而接触了网络赌博 你本以为这个是书多书少也无所谓 只是玩玩而已是吧 可是当你接触了这个网络赌博之后 你赢了 而且你赢了比较多 你那时候你会怎么想 假如是想在这里和你们说 赌局当中的输和赢 只会无形中升级恶化你最初的那份贪念 最后的那一份恶化的贪念 它会让你成为一个变态赌徒 这个就是你成为变态赌徒的最根本原因 虽然刚开始你只是抱着网网而已 虽然过程当中的话 你也是有输有赢是吧 输了就输了 但是当你真的赢钱的时候 你注意到当时自己的一种细节了没有 就是说你今天赢了一百赢了一千 你今天出去花钱的话就会大手大脚 得意外形就感觉到自己找到了一财 发财道路是吧 所以说就会把钱不当勤用 慢慢的你就形成了赢 赢了还想赢 这种快感使你停不下来 输了的话 非得要把它赢回来 这种想法 所有的赌徒必经之路就是 一旦你上了这条路 从此以后 你就举步惊懒 一个亿你都会输光 完全发生了一种天方地覆的改变 与最初的那种只是抱着玩一玩的心态 完全不一样了 已经是成为一种变态赌徒的心理 玩赌这东西的话 真的是近来容易出去难 赌局深是海 反反复复的话欺骗自己 然后又反反复复的话去糟蹋自己 把你最亲的人一次次的伤透 其实当你走到最后的话 你除了借赌 根本就没有其他的选择 但凡你有一点点的钱的话 你还会去复赌 即使现在的你 不用说自己欠下了多少债 或者是对不起多少人 目前你除了积极面对戒赌 别无他路 小诗始终相信 花有重开之日 仍有债起之时 也希望你们能早日的悔过之心 重新的静看生活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如果说喜欢小诗视频的话 请大家顶赞转发加评论 我们